小雪在我们二十四节气中间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节气 因为在这一天呢 就是用我们古代中医的说法呢 叫做阴阳离觉 就是我们把天上的气 天气称为阳 地气称为阴 在这一天天气和地气 它们彻底分家了 谁也不见谁了 所以叫做阴阳离觉 那么这种时候呢 我们天地万物要进入一个 什么阶段呢 就是再也不生长了 全部都去冬眠了 这就叫做冬季的避藏 正式的从这一天开始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人也要开始避藏了 就藏起来 什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藏呢 对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 进补养生的方法了 来帮着我们避藏 因为人 我们不可能像那个熊一样的 真的就去冬眠 什么也不做了 我们还要还要做事情 可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内脏 和我们的精气都避藏起来 让他们开始收敛 休息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要补肾养藏了 补肾不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吗 是还是在这个节气有特殊需要注意的 在小雪以后的15天 我们每一个节气管15天 小雪以后这半个月呢 就是我们全面补肾的一个季节 因为平时补肾呢 你知道 其实我们讲肾虚是一个大的概念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什么叫肾虚 经常吃错药 其实肾虚是分四种 第一叫肾气虚 第二叫肾经虚 第三叫肾养虚 第四叫肾阴虚 这个汤呢 是我配的叫做小雪的补肾养藏汤 这个汤里面有一个主要的角色 就是什么呢 一定很喜欢吃这个 栗子啊 对了 我们会用到这个栗子 它也是我们这个汤的一个主角 因为我们要补肾 那么你知道这个栗子啊 它长得像什么 长得像什么 很多人都说它长得像一个肾脏 啊 嗯 这个只是个形象的比喻 不是因为它长得像肾脏就补肾 而是因为它恰好有这个巧合 但是我们呢 唐代的一个大一家叫孙思苗 它就提出来说 栗为肾之果 也就是说什么果子对我们的肾脏最好呢 就是这个栗子 所以我们在小雪的时候 要全面补肾 就少不了这个栗子 您只是说了 它是其中的一位很重要的元素啊 还有比的什么东西吗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汤到底怎么做吗 嗯 这个汤怎么做呢 我们呢 就是用几个这个栗子 带着那皮的 把它一切两半 嗯 再用几个核桃 核桃也是要带着核桃内皮的 把它掰碎 然后再抓一小把枸杞 再抓一小把陈皮 把这四样东西一起冷水下锅以后呢 煮开以后20分钟就可以喝了 要注意的就是说呢 这个汤因为里面像栗子核桃 陈皮它都是带一点苦味的 所以我们的枸杞的量要多 栗子核桃和陈皮不要太多 这样汤就平衡了 它就不会苦 老师那像您刚刚介绍的这个汤啊 它只是在这个节气喝吗 还是说可以喝很久的样子 可以喝很久 首先来说我们讲 每一个节气管15天 嗯 所以小雪之后到大雪有15天 这15天之内是最适合喝这个 补肾养肠肠的 它是一个最最好的时机 那么如果很多人呢 其实很多人喝两三天 就会有感觉的 感觉从头到脚都暖暖的 很舒服 那么如果他觉得喝了以后 很适合自己呢 在接下来冬天还可以喝 我的建议是呢 普通体质的人喝到小寒为止 小寒呢 从小寒开始呢 就进入冬天的最后一个月 在那个月呢 我们不仅是要补了 我们还要排毒 所以那个时候不要避藏了 我们要开始开放了 所以那时候你可以不喝